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邝庄辉 欢迎收看《香港故事》 华人首富李嘉诚分配资产至今仍然是一个业本的话题 他的白手兴家最终成就了以长江实业 和和记黄报为龙头的商业帝国 家族企业的总市值达到八千多亿港元 2012年5月25日 84岁的李嘉诚公布家族财产权益分配的方案 李嘉诚 李泽巨 李泽佳父子三人 各持有家族信托基金三分之一的权益 李嘉诚持有的部分挥入了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下 由兄弟两共同打理 李泽佳持有的信托基金权益转给李泽佳 李泽佳就获得数百亿港元现金作为补偿 方案公布之后 李嘉诚表示 如果不满意这个分配方案 兄弟可以互换 李泽佳没有疑意 以一贯瀟灑的姿态遵从父亲的安排 从此彻底离开家族产业 拱手将华人首富的豪礼送给鲍兄 这个七岁就令父亲头痛的豪门公子 一向有高调不羁的行事作风 与父亲影子一样低调务实的鲍兄绝然不同 但是一个敢于自立门户的豪门后代 岂会是一个浪荡公子歌姨这么简单 他反叛的背后反而是一种深刻的继承 七岁被父亲抱怨不听管教 十七岁自作主张选自己喜欢的专业 敢于自立门户的背后 豪门叛逆有着怎样不羁的体气 叛逆者李泽佳正在继续 李泽佳1966年11月8日出生于香港 排行第二他一出生 父亲李嘉诚就已经是赚取了 足够一生享用的财富的塑胶花大王 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级富二代的李泽佳 如果你上网去搜索一下他 普遍呈现的就是天价分首费 梁乐诗闪电生子这些等等八卦的诽闻 当记者采访李嘉诚 请他讲一下对世子分首事件的观感的时候 做父亲的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由七岁就不听我的话了 何况他现在四十七岁 李泽佳是一个豪门叛逆者的形象 活灵活现 李泽佳未满十岁的时候 父亲李嘉诚就安排他和哥哥李泽佳 一起旁听家族企业 唱识集团的董事会议 本意是进行商业氛围的分导 但是比哥哥小两岁的李泽佳 李泽佳经常是坐不定的 而招致父亲的苛窄 未满十四岁 兄弟两个就被送到美国念书 李泽佳回忆这段海外求学的时光 他曾经黯然地表示 那个是我人生中最孤独的日子 安慰来自母亲月阳的电话 但是有一次 电话那边传来的是父亲的问候 李嘉诚说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过世 我挑起了家庭的淡子 你现在都已经十四岁了 你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跟温诚的哥哥不一样 严厉的管教 只会令到从小不羁的李泽佳感到束缓 他的对抗就是尽量少用钱 甚至不用老爸的钱 好像美国本土的年轻人一样 勤工剑银行 好像去到麦当劳当做收银员 在高尔夫球场做这个球图 由于要背着一些高尔夫球棒 以致弄伤了这个肩膊骨 直到现在 伤患仍然是时常会发作 为了省钱 他还经常自己亲手下厨 最拿手的就是炒鸡蛋 1983年 17岁的李泽佳 进入了哥哥 李泽巨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 但是他没有像哥哥一样 听从父亲的安排 选择土木工程 这些有助继承家业的专业 而是自作主张 选择了自己喜爱的电脑工程 有一次他爸爸 看见他踩单车上学 觉得太危险了 就说想买一部跑车给他 竟然被他拒绝了 大学毕业之后 他甚至将求学期间 家里给他存在银行里面的钱 连同利息一次过还回给父亲 1987年 李泽佳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 他在电脑工程学士学位 他没有像哥哥一样 继续公族碩士 也没有回到香港的家族企业 而是选择去了加拿大一家投资公司历年 1990年1月1日 庄月明女士因为心臟命突发 经抢救无效过世 与母亲感情深厚的李泽佳 情绪激动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庄月明去世之后 李泽佳为免触境生情 便搬到酒店暂住 李泽佳在多年之后 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 他说妈妈是长期失眠 屈屈寡欢 母亲去世之后 李泽佳从加拿大返到香港 被安排进入家族企业 和黄集团 李嘉诚安排他跟随和黄大班马世文 和董事霍建宁学艺 李泽佳曾经跟父亲抱怨地说 薪水都不及加拿大的十分之一 不够用 李嘉诚曾经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 如果我的儿子不行的话 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 我不在乎我的家族里面 还是家族外面的人来接管这个大权 这个无疑是对急于证明自己的李泽佳 是一个大大的刺激 加入了和黄三年之后的1993年 李泽佳有了一个新的称号 小超人 因为李泽佳在一宗 不被看好的投资项目里面 经营成功 并且赚得了巨额的财富 震惊了业界 卖卫视创营波 一生摆脱顾背庇护 南门数码港 炒业营动股 湘海浮沉 搓一个精彩的话题 一杯飘向的咖啡 一份心灵的起意 用西方思维描绘东方元素 唱谈热议古往 李泽佳加入了家族企业没多久 就被委任去任命负责 经营刚工成立的升空卫视 扮卫视在当时的香港 是不被看好的 在李泽佳两年的苦心经营之下 升空卫视的讯号覆盖 全局五十多个国家 家庭用户以几何级数地增长 但是在1993年初 李嘉诚决定对家族企业 整体的经营策略 作重大的调整 收缩通讯和传播业的投资 将资源放在中国内地的市场拓展 并且对海外巨大的投资进行缩减 卫视转手势在必行 从业后的第一个心血之作 如何转换成为财富呢? 李泽佳看准了想进攻亚洲市场的 澳洲传媒大王麦多克 27岁的李泽佳 赤身和这个传媒大王在一手游船上谈判 以9.5亿美元将升空卫视逆手 李泽佳个人分力高达4亿美元 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李泽佳瞄准麦多克 高价卖卫视一箭成名 童年被财富杂志誉为亚洲一伙年轻的身星 小超人的名号也由此叫响 内地富豪雷军曾经表示 只要站在风口朱也能飞起来 捕捉商机是胆息亦都是天赋 中本李嘉诚的法迹史就是一次次果断地站在风口 才能够成就了他华人首富的身家 从塑胶业转型做地产 再从地产业投身金融界 每一步都抢占了商机 而李泽佳成功赚得的第一桶金 是挑肯还是天赋 似乎还要等待时间的肯定 卖卫视赚得第一桶金 4亿美元之后 李泽佳随即就向李嘉诚表达了 自己开公司的想法 知子莫若父 李嘉诚知道想阻也阻不来 他叮嘱李泽佳这么说 树大招风最好保持低调 做事要留有余地 不要将事情做得过绝 有钱大家赚 利润大家分享 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 李泽佳自立门户 创立刑科 自己出任主席 公司业务主要是发展亚洲区高科技项目 而业务的范畴刚好就和家族企业 往往大部分重叠 为了避免和自己人竞争 李泽佳转战新加坡 并通过借贺上市 成功使自己的企业在新加坡上市 有一次李泽佳在接受新加坡商业时报采访时表示 在刑科草创之初 父亲为使他回心转移 又要安排他做和黄的行政总裁 但李泽佳拒绝 他说我们施承新加坡发展 就是要摆脱父亲的任备 这个时候的李泽佳 继续书写传奇 叛逆不羁的延续 是他仅以一指的概念 从新加坡撒回香港 再次震惊业界 上个世纪末 美国矽谷因为科技产业的集中发展 导致附近成为了世界房地产价格最昂贵的地区 李泽佳有感而发 一个高科技包装地产的数码港概念 应运而生 但是庞大的资金投入和用地规划 导致项目必须得到港府的支持 而纸上谈兵的数码港概念 令到港府和市民大众的态度冷漠 为此李泽佳自费聘请顾问团 编写可行性报告 凭借一指概念 李泽佳离开家族企业之后 自立门户的刑科 因此拥有了总投资 130亿数码港计划的独家开发权 为筹集巨额的投资资金 李泽佳运作刑科资产转移 再一次通过借学上市的手段 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德顺佳 并且改名为盈动 成功让自己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股票宽幅挂牌的当日 股价上涨了23.6倍 将一家市值只有3亿多港币的企业 摇身一变成为市值超过600多亿港币的企业 成为股市神话 股票在9个月后上涨了50倍 市值超过1000亿 而李泽佳亦都即时摘身在香港富豪榜的第四位 2000年李泽佳导演了生意场上 小鱼吃大鱼的拼购战 市值超过1000亿的盈动 以现金和股票的方式 历错财大气粗的新加坡电信 赢得了香港电信的拼购战 涉及金额大概是359亿美金 这场以弱性强的案例 被外界赞誉足以写进MBA教程的范例 香港舆论对李泽佳有一个评价 李泽佳的身家超过李嘉诚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清晰地描述了一个战无不利的小超人 但是小超人也并非神话 帮助他创造股市神话的形动 结果是因为严重亏损被逼出售 而他最难言的痛楚 据说是1999年李泽佳在手上 曾经持有腾讯两成的股权 但不到两年他就出手转让 按如今腾讯1500多亿美元的市值来换算 他错失了一次超越李嘉诚 成为华人首富的绝佳机会 但是无可否认 在香港的富豪圈 不按常理出牌的李泽佳 草耳不是一个等闲的人物 在某种的层面上 叛逆的他比温償的哥哥更加像父亲 这个又是从何说起呢 超人分家世界触目 钱与摇前树的选择 创业和首业的理念 叛逆的表象下 是一种另类的继承 一个精彩的话题 一味飘香的咖啡 一份心灵的起义 用西方思维描绘东方元素 唱谈热议 2012年5月25日 李嘉诚公开宣布分家的方案 由李泽巨管理长江集团 以现金支持李泽佳发展事业 并且表示两个人的财产 无论是实物还是股票 现金从数量上都是奇古相当 如果两个人不满意的话 两个人可以兑换 爸爸的安排我们永远都可以 两个人都很开心 大家都不想麻烦 阿Richard都很开心 什么都不会说 总之多个他现在身家倍数 李泽巨选择了现金 他将原计划 分级他名下的三分之一的权益 转给哥哥李泽巨 在遥传书和钱的选择之中 李泽佳选择了后者 这个同时意味着 李泽佳徹底和家族企业脱离关系 但是小超人事业发展一片顺利 自立门户的背后 真的能够撇开了 华人首富父亲的强大影响吗 我现在讨厌的就是 我也应该讨厌 如果 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创业路上除了继承李嘉诚果敢敏锐的创业精神之外 李浙佳也一步一步承计了父亲的生意观 父亲李嘉诚在政商关系处理上的高明 是他创业成功的制胜法保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之前 據传香港立法局九名非官方议员之中 有六名是李嘉诚私下莫聊 他们都是长实集团的董事 每年都可以领走不菲的酬金 而一些未公开的私人友谊就更加广泛 安排的性质是有别于一般的管理者 打理人际关系占据了最重要的日程表 他们与其相同几年曾经是媒体宠宜的李浙佳 似乎静了下来 很少有他的新闻曝光 李嘉诚也很少谈到对两个儿子的评价 关于李浙佳他这样说 Richard聪明灵活虽然他喜欢玩 但是近几年他的事业大有改变 都令我安心不少 叛逆小超人的蜕变 做父亲的看得最清楚 这个或者是李浙佳漸漸揣摸到李嘉诚 树大招风低调行事的奥妙 或是连长修心专注于打造自己的商业王国 时间迟些就会找出答案 一路走来媒体闪光灯下的李氏父子 长子李浙巨 跳跳心得李超人真传 一样的沉稳来念 做好自己的本质 李浙佳就半夜不羁 行事高调 近知天命之年 才慢慢修理 但是越来越大的声音表示 相比哥哥 李浙佳更加像他爸爸 而且是骨子里面的相似 因为不管是基于传统意义上对叛逆的批判 还是新思潮中独立含义的辩解 李浙佳勇勇于自立回顾 从创业的角度 是对父亲李嘉诚 开辟组业的深刻继承 传承的是李氏家族 开疆托土的精神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